意大利摩德纳 弗兰塞斯卡纳酒馆 2014年 圣佩莱格里诺 世界餐厅50强 排名第三位 主厨马斯默 在烹饪上的贡献不仅仅是食物 关于打造米其林三星餐厅 他有独到的配方 所有菜式都是由传统的摩德纳食材做成 却跟其他餐厅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马斯默的艺术触角是前无古人的 他如今已经是意大利的标志性人物 但刚开始的时候 全意大利都反对他 他被看作是意大利的叛徒 欢迎来到《仙人球》电影的美食解说栏目 主厨的餐装 第一季的第一季 摩德纳是一个很有美食传统的小镇 人们对食物的要求很高 意大利这个国家只有150年的历史 但传统却延续了26个世纪 任何一个意大利人最喜欢的食物 都是家中妈妈做出的菜 马斯默把这些家中的菜式 由人们闻所未闻的方式办到餐厅里 以至于这家餐厅开张了头几年 没有任何摩德纳人在里面用餐 这有备于传统 他们很反感 马斯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孩子 当哥哥们追他的时候 祖母会用擀面杖护着 厨房桌子下的马斯默 便会趁机偷拿桌子上的意大利馄饨 那也成为了他最喜欢的食物 马斯默的思维天马行空 想跟上他很不容易 他的妻子拉娜 便要充当记录员的角色 记录马斯默随时想出来的点子 食谱 制作帕马森雷霞诺甘老 没有捷径可走 兄弟农场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经过一系列的敲击来判断奶酪是否完美后 甘烙谷被缓缓打开 割下一片放入嘴中 马斯默不禁感叹 帕马森甘老的味道是一种完美的鲜味 一种在甜 可口 酸和苦之间完美的平衡 他尊重奶酪 还尊重奶酪壳 把所有食材发挥到极致 这就是马斯默 弗兰塞斯卡纳酒馆的头几道菜之一 就是五个时期的帕马森甘老 五个完全不同时期的帕马森甘老 被切下来 放在同一个盘子上 但却对每一种都分别对待 告诉你 这不只是一种东西 完美地展示的这个地区 对食材的最高尊重 莉迪亚克里斯托尼家 员工正在制作意大利面 马斯默开第一家 砍帕索餐厅时还很年轻 刚刚离开大学的他还没准备好 开学的三四个月 压力非常大 体重急剧下降 直到有一天 一位对马斯默来说 就是天使的女人敲响了房门 那个女人就是莉迪亚 他告诉马斯默 如果需要帮助 随时可以到街对面去找自己 于是马斯默把他留在了自己的餐厅 艾迪亚教会了他如何做传统的菜式 如何去做好意大利面 就如同一位老妈妈一样 把家的感觉带进了餐厅 得益于艾迪亚的帮助 坎帕索餐厅发展得很成功 但这并不是马斯默的终点 离开坎帕索的某天 马斯默走在纽约的苏和区 进到一家名为奶奶咖啡的餐厅 点了杯意识浓作咖啡 足足等了20分钟 他意识到这里可能需要新的人手 于是便毛遂自荐得到了一份工作 每天从下午两点工作到咖啡店打烊 也就是那个时期 马斯默与妻子拉娜相识 拉娜负责在吧台后做各种饮品 马斯默则在他斜对面的开放厨房工作 彼时的马斯默还是个帅小伙 穿马甲 夹克 牛仔裤 摩托车靴 拉娜很快 便被这个很有风格的意大利男人吸引 马斯默给拉娜做的第一道菜是丝绒羊鸡汤 这道菜是简单 味道纯粹的汤寄中了拉娜的心 让他爱上了马斯默 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 马斯默回到了摩德纳 毕竟餐厅还开着需要他主持 二人便开始了异地恋 这太难熬了 于是拉娜做出了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决定 到摩德纳找寻自己的王子 与此同时 马斯默又接到了一个足以改变他人生的电话 来自阿兰杜卡斯 鼎鼎有名的大厨师 邀请马斯默到巴黎大酒店任职 教员工们怎么做意大利菜式 这对恋人刚刚重去十天 马斯默的世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卖掉坎帕索餐厅奔赴巴黎 拉娜则只能飞回纽约继续生活 事业和女友之间 马斯默选择了事业 但很快他便后悔了 他意识到自己对拉娜做了错误的事 马斯默没有自怨自艺怨天尤人 而是立刻做出行动 向杜卡斯大厨请辞后直飞纽约寻找拉娜 二人最终做出了决定 回到摩德纳继续开餐厅 这次他们找到了弗兰塞斯卡纳酒店 马斯默便卖了所有家产盘下了酒馆 在与杜卡斯大厨共事之后 他有了很多想法 弗兰塞斯卡纳酒馆不能落于平庸 于是马斯默决定 基于经典传统的摩德纳菜式 创造一种新的菜式 前面提到过 意大利人喜欢延续美食传统 创新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995年3月19日 弗兰塞斯卡纳酒馆开张 同一天 马斯默给远在美国照料生命父亲的拉娜 打去电话 向他求婚 没错 在电话里求婚 拉娜挂断电话 喝了杯咖啡稍作冷静 给马斯默回了电话 告诉他 OK 餐厅开始营业 马斯默会把意大利馄饨放在肉汤里 那是经典的做法 在这里可以吃到 去别的餐厅也可以吃到 但这还有什么特色可言 为什么不能做一些激进的菜式呢 行动派马斯默想到做到 他把六个意大利馄饨摆成一条线 肉汤在两旁 你能想象当地人是什么反应吗 他们想杀了马斯默 要知道 传统的意大利馄饨一勺有十个 这种做法 甚至连十个的量都没给够 马斯默给这道菜的菜语是 你要尊重每一个走进肉汤的意大利馄饨 但客人们可不想理会这矫情的做法 我给你钱了 你就照传统的给我来 马斯默当然不愿意 于是乎 关于六个意大利馄饨的传闻传遍了摩德纳 当地的评论家来到酒店专门点那道菜 次日报纸上就出现了照片 下面充斥着批判的话语 这并没能达到马斯默 甚至更激发了他的斗志 他创造了一种没有面团的前层面 只将酥脆的部分摆上了餐盘 一大波诋毁富兰塞斯卡那酒馆的话语 接踵而至 认为马斯默在独害美食 独害新一代 可以这么说 酒馆刚开始的五六年 他们就是在障碍上前行 摩德纳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同新的菜式 餐厅几乎要关门了 因为一个客人都没有 有那么一刻 马斯默想要放弃了 拉娜提醒他 关闭餐厅并不能浇灭外界的评论 也不能浇灭他把意大利菜 带进21世纪的愿望 再坚持一年 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否离开 2001年4月的一个晚上 意大利最重要的美食评论家 从米兰开车前往佛罗伦大时 路上遇到事故导致堵车 他决定在摩德纳停顿休整 并在弗兰塞斯卡那酒馆用了晚餐 两天之后杂志记的大麻 意识浓缩咖啡刊登了这篇文章 标题是后现代的面条 美食价位之前没来过这间餐厅感到遗憾 为摩德纳人不能理解那种面条感到遗憾 这篇文章打开了整个美食评论的局面 意大利那些神秘低调的美食记者蜂拥而至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 开始试着接受马斯默的美食思想 11月他们得到意识浓缩咖啡指南 颁发的最佳表现奖 意大利最优秀的年轻大厨奖 以及米其林一星餐厅弗兰塞斯卡纳酒馆开始大火 摩德大人也开始试着光顾品尝美食 树丛中的牡蛎 一个等待变成松露的土豆 意大利冷热英式田羹 一条在波河里网上游的鳗鱼 伪装也吐在三连里 艾米利亚的凯撒沙拉 各种各样天马行宫的美食出现在餐桌上 马斯默的坚持得到了肯定 他的餐厅升级到了米其林三星 也将意大利菜带进了21世纪 传奇大厨马斯默的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大厨亮相 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哦 这里是仙人球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